立位纪 第四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 如果有人在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上 无意犯了罪 他必须遵行以下条例中的一样 如果受高的祭司犯了罪 使人民陷在罪里 他就要为自己所犯的罪 献一头没有残疾的公牛 给耶和华做赎罪计 他要把公牛牵到耶和华面前 在会幕门口按守在公牛头上 然后在耶和华面前宰杀那公牛 受高的祭司要取一些公牛的血 带到会幕那里 祭司要把指头站在血里 在耶和华面前向着圣索的帽子 弹血七次 然后祭司要用血抹会幕里 耶和华面前的香坛的四角 至于其余的牛血 都要倒在会幕门口的凡祭坛角那里 他要取出赎罪计的公牛所有的脂肪 就是遮盖内脏的脂肪和内脏上的一气脂肪 两肾和肾上进腰的脂肪和肾旁的肝叶 都一起取下来 正如从平安纪的公牛取出来的一样 祭司要把这些焚烧在凡祭坛上 至于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 连头、带腿以及内脏和粪 就是枕头公牛要搬到银外洁净的地方 到坛灰的地方 放在柴上用火焚烧 就在倒坛灰的地方焚烧 如果以色列全体会众无意犯罪 是隐而未现 会众看不出来的 但他们行了一件 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 他们就有罪 当发觉他们犯了罪的时候 会众就要献一头公牛做赎罪计 把他牵到会幕前面 会众的长老要在耶和华面前 按守在公牛的头上 然后在耶和华面前宰杀那公牛 受高的祭司要把公牛的一些血 带到会幕那里 祭司要把指头站在鞋里 在耶和华面前向着曼子弹血七次 然后用血抹会幕里 耶和华面前的弹角 至于其余的牛血 都要倒在会幕门口的凡祭坛角那里 他要取出公牛所有的脂肪 焚烧在祭坛上 处理这公牛 与处理大祭司的赎罪计公牛一样 要按同一条例执行 祭司为他们赎了罪 他们就蒙赦免 他要把这公牛搬到营外焚烧 好像焚烧前一头公牛一样 这是会众的赎罪计 如果领袖无意犯了罪 行了一件耶和华他的神 吩咐不可行的事 他就有罪 他一发觉犯了罪 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羔 做贡物 要按手在山羊的头上 然后再宰凡祭生的地方 在耶和华面前宰杀他 这是赎罪计 祭司要用指头 取赎罪计生的一些血 抹凡祭坛的四角 其余的血要倒在凡祭坛角那里 供养所有的脂肪都要焚烧在祭坛上 好像平安季的脂肪一样 祭司为他赎了罪 他就蒙赦免 如果那地的居民中 有人无意犯了罪 行了一件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 他就有罪 他一发觉犯了罪 就要为自己所犯的罪 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 做贡物 他要按手在赎罪计生的头上 然后再宰凡祭生的地方 宰杀赎罪计生 祭司要用指头取一些羊血 抹凡祭坛的四角 其余的血都要倒在祭坛角那里 母山羊所有的脂肪都要取出来 好像取出平安祭生的脂肪一样 然后祭司要把这些焚烧在祭坛上 献给耶和华做新香的祭 祭司为他赎了罪 他就蒙赦免 如果人献一只绵羊羔 做赎罪计的贡物 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 他要按手在赎罪计生的头上 然后再宰凡祭生的地方 宰杀他 作为赎罪计 祭司要用指头取一些赎罪计生的血 抹凡祭坛的四角 其余的羊血都要倒在祭坛角那里 羊所有的脂肪都要取出来 好像取出平安祭绵羊膏的脂肪一样 祭司要把这些放在祭坛 耶和华的火迹上面焚烧 祭司为他所犯的罪行赎罪 他就蒙赦免 请不吝点赞 ť View